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先简单的放松一下这六款大酒的简单介绍 然后我们回来盲品 麦卡伦酒厂不用介绍 大家肯定已经知道了 作为全球最有名的威士忌品牌 他们家使用的雪梨桶都是极品 是来自西班牙并且需要经过三年的制作过程 因此导致的麦卡伦威士忌成为了天价 这款18年是在100%的雪梨桶里面沉酿 酒精度数为40度 格兰肉斯酒厂位于苏格兰斯贝赛产区 是麦卡伦的兄弟酒厂 这款格兰肉斯有在雪梨桶里面酿造了18年 装桶时大部分的酒液都是for spill的 酒精度数为43度 阿波罗酒厂创建于1879年 阿波罗酒厂最擅长的就是 生产既便宜又好喝性价比极高的威士忌 这款18年的双桶 有在美国香木桶以及雪梨桶中沉酿 酒精度数为43度 多次获得了大奖赛的金奖 格兰菲迪克18年 来自于古老的盖尔语 格兰菲迪克的意思是露汁谷 指的是酿酒厂所在的地点 如今格兰菲迪凭借着优秀的品质 成为了获奖最多的丹伊麦芽威士忌品牌 这款格兰菲迪核心系列的18年 丹伊麦芽威士忌有在奥罗罗萨桶 和波本桶中沉酿 酒精度数为40度 格兰罐成立于1840年 由John & James Grant家族成立 格兰罐使用的是苏格兰高地的天然泉水 因为天然泉水是保证 威士忌的品质的基本因素 该酒厂也有自己独家的蒸馏过程 为了保证酒体轻盈 口感清爽 我手里的这款格兰罐的18年 首次推出是在2016年 酒精度数为43度 格兰列位位于英国苏格兰的斯贝赛产区 是全球顶尖的苏格兰丹伊麦芽威士忌的品牌 它创建于1824年 格兰列位是最早拥有合法执照的蒸馏厂之一 也是首批出口威士忌 并获得巨大成功的蒸馏厂之一 我手里的这款格兰列位18年 是一个新的版本 有在first fill以及second fill的美国项目桶 和雪莉桶中沉酿了18年 酒精度数为40度 好了 这6款酒的简单介绍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你猜哪个会是最好喝 哪个会是最难喝 其实我会纠结这两个 你只能选一个 阿伯 我没有Glan Grant 没有Glan Grant Glan Grant其实单独喝真的很好喝 只是说放在这里面的话 因为这些的味道会变重一些 说真的它放在这里面 没有太大的可比性 我们只是说 因为它也是special的 一个比较有风格的研究 所以放在这里面 那我们去试一下 喝一些 好 最难喝不容问了 马卡伦 好 那我们开始做王片了 杏仁的香气飞 它水果香也很浓 很浓 它里面带有一点点蟑螂纹的味道 哇塞 这个酒好厉 哇哦 真好喝 你不觉得它酒应该很重吗 我觉得特别柔 特别轻柔 我一直觉得前面柔后面不轻柔 很轻柔 但是它的整个香气给的特别的足 很香 它主要就是那个香 那个香味特别好 我觉得它的力道给的有点猛 这酒好猛 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哇 第二个 好重的雪梨土味 都重到红乳的那种 它的那个双枣的味道 焦糖 巧克力 这个酒后面是苦的巧克力味 然后它那个雪梨土的那个味道 然后那个酒精感爆起来的 哎 这个其实这个味道也不差 挺好喝的 嗯 也行 入口气之后 我觉得它很重的那种 真脂的味道 嗯 真人的 真人 哎 就是就是 然后到后面变成巧克力 黑巧克力 就纯黑巧克力 这第三个怎么 闻不太怎么出味道呢 这个闻起来也是水里桶的味道呢 我觉得也能闻到波纹脑的香气 这个可能是前三款里面最短的 然后最柔的 就感觉不出来酒精感的 那个味道还很单一 很甜 入口很甜 嗯 然后主要给的就是 其实就是水里桶的那种甜枣味 嗯 然后巧克力的香气 嗯 也是没有味感 嗯 没有更多的味感 来 一四个 这个水里桶的味道好重 呀 我觉得这个跟第二个的香气 有点像 嗯 它前面味道很多 好少 好短 啊 这连黑巧克力的味道都没有 这个就是干净 哈哈 就完全没有味道 它真的是干净 哦 天呐 这喝到这里已经开始蒙了 火把到了 对 已经开始蒙了 我觉得 就整个的味道 其实没有那么清晰了 嗯 等一下 第四瓶的conclusion是什么来着 比第三个短 对它的香气主要也是雪梨桶 雪梨桶 然后但是会混了一些那个微化饼啊 然后杏仁的那种香味在里面 so far没有觉得哪个特别好 除了第一个 对 到现在我还是选第一个 这个闻这个味道就像 Glan Levin 就那个奶油香 好奶油好奶油的油脂感 这个会让我想到 一杯非常好的那个奶茶 然后有一些那个 就好像巧克力就摩卡的那种 这个酒到嘴里是爆炸的 真的是不喝不知道 一喝下一跳 前面的这个 这三个加一块的味道 都没有这个复杂 但很香很长 很奶 入嘴之后反而没有那么奶 其实它巧克力的香气非常好 真的做得很好 嗯 油脂香没那么重 但是它是随着 对对对对对对 在在在绽放那个味道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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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一层在炸的感觉 好最后一个 青苹果 梨子香蕉凤梨 然后那种橘子花 橙花 就闻完前五个酒 再回来闻它 香气是它是最好的 对 香气整个香气它是最好的 好纠结 到底是格拉雷味好喝呢 还是阿布洛好喝呢 这两个我会纠结 我当然会纠结 其实这三个我是 三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然后三个都很 你说第一个好喝 我觉得第一个味道够 但是我觉得香 就是衔接度上没有最后两个做得好 我觉得这两个吧 各有各的特色 我觉得三个都各有各的特色 我觉得这个没办法跟那两个比 真的 就是它好 但是它没有那么好 如果要巧克力味道的话 我会选这个 我还是会选它 好吧 对 我还是会选这个 来 我们来评选一下六个里面最差的 这三个真的是不相伯仲 这个有点难 一样差 一个 我第一个选那个Glan Grand 我也选了Glan Grand 第二个 第二个我选Gran Fidi 第二个我选Glan Rose 我想Glan Fidi 第三个 第三个我选Glan Rose 第三个我选Macallon 我第四个选Macallon 第四个我选Glan Fidi 然后后面我们应该是一样的 第五个阿波罗跟Glan Fidi 导演 我给大家重新介绍一下 刚才我们喝的顺序 来 第一个喝的Glan Grand 18年 很推荐很推荐的第一罐酒 那它的18年仅售大概 120美金的样子 第二个Glan Fidiq的18年 Oloroso的同友过过筒 160 第三个Macallon 现在市场售价 基本上是在400美金左右 第四个Glan Rose的18年 好久没喝了 这瓶酒现在市场售价 我也不知道 大概100多 不会超过200 阿波罗的一个18年 应该不会超过110的样子 Glan Levet的18年 40度是一个新款 大概是个130美金左右 这里面最便宜的不出所料 就是阿波罗 然而最好喝的 可以说是阿波罗和Glan Levet 这18年 然后最差的 你想想说 加上价格去考虑的话 那其实它是一个当作无愧的 我们应该去推的 推的一个东西 对 我觉得这个是当作无愧 就大家都应该去试一下 这瓶麦卡轮18年 对于我们的贡献 就是做了无数期食品 然后没有人喝过 终于喝完了 我下次要给你们开瓶新的麦卡轮 好心疼 好了我们今天的盲品 18年SpaceEye的盲品就到这里了 我不知道 你们在这6款酒里面 喝了多少款 最喜欢的是哪一款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答案 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分享一下 但是我觉得 这个好喝的阵营和不好喝的阵营 差的真的是有点多 我一喝就知道不怎么好喝 这三个可以说是不错 很好 很好 说真的从价格上面 他们都比他们便宜 差的便宜 是啊 好的都比差的便宜 好了 那今天的这期SpaceEye 18年的系列盲品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 长的酒 记得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